大家好,我是派哥的医生 很多朋友问我 体检查出了幽默罗杆菌感染 但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需不需要治疗 实际上这个在医学上面也是有一点点争议的 有的医生建议治疗 有的医生不建议治疗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 根据目前的指南来看 越来越多的医生认为 应该治疗 为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点 即使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幽默罗杆菌在你的胃里面繁殖 它100%会引起胃的炎症 那么有15%到20% 会出现消化大的溃疡 那么还有1%的人 如果不治疗的话 最终会变成胃的恶性肿瘤 幽默罗杆菌是一类致癌物 它和胃癌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如果你不治疗的话 你这个定时炸弹一直在你的胃里面 你会非常非常担心的 而且的话 作为我们成年人 如果你不吃药治疗的话 幽默罗杆菌是不可能自己好的 它会一直在你的胃里面繁殖的 所以的话 第一点 根据幽默罗杆菌 可以降低胃癌的发病率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幽默罗杆菌 它是可以通过亲密的接触传播的 如果你不做治疗的话 那么幽默罗杆菌很可能会传染给你的家人 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朋友 最好的话 去做根治 因为很多人的幽默罗杆菌感染 都是在小时候被感染的 都是家里人传播给他的 所以的话 跟着幽默罗杆菌 不仅仅是对你好 对你家里面的那些亲密接触的人 也好 为了你和你的家人 你都应该去跟着幽默罗杆菌 而且的话 那么根治幽默罗杆菌的方案现在都非常的成熟 要吃4种药 要吃14天 那么的话 如果你是首次治疗的话 根治率可以达到80%到90% 那么有些朋友会有担心 是要根治之后 会不会再得 会不会再感染 因为有研究显示 中国幽默罗杆菌的感染人数 非常非常的高 达到了50% 也就是说呢 有一般左右的中国人 曾经或者现在正在感染幽默罗杆菌 那么根治了之后 会不会再得 有这样的风险 因为我们对幽默罗杆菌呢 并没有持久的免疫力 症了之后 还有可能会再感染幽默罗杆菌的 但是的话 这个风险并不是很高 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 出去吃一顿饭啊 没有使用公块啊 就感染了幽默罗杆菌啊 这种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且的话 幽默罗杆菌 主要是在你未成年的时候 在你小时候被感染的 那么作为我们成年人 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感染幽默罗杆菌的 有研究显示 根治了幽默罗杆菌之后 年复发的概率大概在1%左右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所以的话如果作为成年人 你查出来有幽默罗杆菌 而且又没有吃药的经济症的话 我建议所有的朋友 都应该去跟着幽默罗杆菌 对你也好 对你的家人也好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关注